欢迎收看狂烟日志 诚如你所见的 这个正是全新 要价239万起 令人极度迷惘的Land Rover Defender D90的D250S 图了本身在预售的时候 就已经把首批的配额 通通给卖的精英光 同时后面还有多达400多张的订单 在等待着交车之外 239万起的定价 俨然就是直指入门的 Land Cruiser Frado柴油而来 即便它确实拔掉了相当多配备 但如果对重度越野 有一点涉猎的玩家 你可能也不会在意 像原厂取舍的气压悬吊 这样子的玩意 它同时首度搭载了 D110车系当中 依然无缘的 Engineum直列六缸涡轮 3000cc的48V清油电柴油动力 除了一个非常亮眼的 249匹马力 跟可以在1250转到2500转之间 去并发出的570牛顿米扭力之外呢 原厂甚至还为它搭载了 出力高达7KW的电子增压器 来帮助引擎可以在2000转之下 有更出色 更不辞职的反应 Anyway 今天啊 事不宜迟 我必须要驾着这台车 来进行一系列的面交任务 我们不是说11点要抵达大值吗 现在已经... 虽然 雾红真的很潇洒 可是它的缺点就是 比方说像你在队道里面 你会很希望可以多一点的采光 然后你又马上会被 忽逼而来的PM2.5打消这个念头 把它关起来 这居然不是一键关闭的 当然啦 之所以可以在这台四层车上面发现 双前座的14项电条付通风加二功能的座椅 还有这个真皮包覆的仪表上缘 它的扶手乃至于带调整功能的真皮方向盘 则是因为它选配了一套顶级奢华内装套件 要价17万1000元 当然啦 黑化的外观啦 黑色的折叠式的帆布车顶啦 又是另外一个破10万的选配 高阶的LED头灯 19寸6幅6010式的亮泽黑色轮圈 再加上这个特殊选色的橡木色温纱皮革座椅 搭配月光色内装 总而言之就是它选了约莫56万多的选配 然后你可以得到这样子应有尽有的座舱介面 赶快用最短的时间通过大直桥感受一下 我非常的惊讶 这不只是一具运转品质非常出色 声浪好听的柴油引擎 它的扭力峰值最大只到2500转 可是刚刚至少到4000之前 那个力量的感觉是非常延续非常持续的 多数的时候它都让人觉得更像是一座品质很优秀的 汽油的职业六缸 所以假如你是一个对柴油引擎有疑虑的人 这具引擎绝对会改变你的想法 好久不见的透明引擎盖 短轴的Defender即便加了备胎 它的车长也只有约4米6 在这种市区的走行 非常的如鱼得水 好了我要来面交衣服了 谢了谢了 还不错 而且这还是铺棚的 我那天在冰江看到的绿色那一盘 因为我看到等级真的非常多 这台算选蛮多 我觉得它们内装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货面也蛮大的 其实蛮大 而且因为它阶梯壮的 所以它本身预留的空间不差 这个小窗看出去的那感觉 好像小时候的感觉 小朋友一定超喜欢 就是你看Gimney这么多人在玩 你买这个就等于是我们如果比较establish 还是真的要更好的outfro的东西来看 嗯 但这台真的是很不错啊 你现在有吉普车吗没有 我考虑美光买G63 还买G63 那你觉得239便宜吗 我蛮好奇的 你看后面高音单体也有V柱 所以它整个它是meridian是不是 这台好像没有选 但它一定可以选 因为它这个内装的细腻度我觉得是够嘛 而且你看到前面Dash车缝线真皮的那个就有 并是你要到Designo那种 可以吗 顶级奢华套件 17万一千元 这个是这样 可以 太棒了 谢啦 不是大拇指就是 一定是大拇指啦 我终于开始明白为什么转轴的G-Class在停产之后 它的价格是这么的非常 因为事实是如果你有一台品质很良好的转轴吉普车 它真的是一种很棒的代步工具 刚好这边有个弯道 来感受一下 这个转轴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因为是短轴 所以车体进弯很明显的变得更轻巧 更灵活哦 你在转动框盘的时候 它的反应也不像过去那么的笨重 再一次我们刚好来感受一下它的全速域的ACC 毕竟这是一台短轴车 它的一切的回馈都来得比较直接 稍微感受到加减速车身在抬头或下潜的这种感觉 它比较像是你突然挨了一记闷棍 这样 不过没关系 它还是缺车 还是有400个人在等待它 终于我们也恢复了比较正常车速的车流 也因为这台车事实上具备了一个辅助出力高达142.5牛顿米的启动马达 皮带是整合发电机 所以要超一些车的时候 它的力道反应各方面都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动力匹配比较有运动性的驾驶感 似乎也显得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事实是D10 至少在没有六缸的车型上 它的加速确实就是普通 但这个至少是还会有一点被踹的感觉 没错 我们现在来到了面交的第二站 这个超棒 还看得到底下的那些方块 你有看到吗 我朋友来了 各个品牌的朋友都很喜欢Defender 怎么样 怎么能呢 好切了嘛 我好意思 没有 不会好意思嘛 你还是要给我钱吧 一直没有办法来体验一下 这个传说中因为放在后轴之上 所以被加高的第二排 感觉好不好 喔喔喔喔喔 其实很大耶 这个真的是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非常充足的USB port 然后后座的出风口 我能想象假如我今天是一个小朋友 坐在这个后座有多么的快乐 有Alpine window 有后座的扶手 有地方可以放我的手机 居然有四个杯架 这真不像英国车 它居然还可以翘脚 正如您所见的 非常出色的后座空间 因为基本上我都有把它回复到 原本在前座有坐人的时候的座椅的位置 坦白说后座的舒适性比我设想的好一点 晃动都还算是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而且有一个Alpine window的好处就是 它的采光真的让人兴奋 你会时不时的想要抬头仰望 看看上面到底有些什么 大部分的三门吉普都会因为本身 它少了两片门比较不实用 想要去强化它的实用性 这台车完全没有 因为它不只行李箱奇小无比 后座椅被放下来的角度也不是拨品 所以它基本上载不了什么东西 然后这完全只是因为 它要把后座设计成阶梯式的 让后座乘客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它的座椅也没有办法下浅 然后它有这么完整的后座机能 高音喇叭 中低音喇叭 跟良好的乘坐感 所以我怎么想都觉得 这只是一个 假如你今天恰巧住在乡下地方 住在乡野间 住在一个中原一个古堡里面 需要有一台短程通勤 可以走烂路的座驾 然后你会选这个 因为这台车基本上 它是为了自然设计的 其实应该要开这个车去野生动物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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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大 超大 超大 你不觉得这个车完全设计 是要拿来载人的吗 如果以小家庭来说 这真的是完美 又想要出去玩 只有老婆坐后面一张器座 后面也可以放娃娃车 你确定后面可以放娃娃车吗 我真的很不想讲 我有看到了 传说中一波就掉了 对 实力的优有 或是比较太大台的 站车行李 都要升线 那你如果说是站车就不行 那你觉得你有可能会因为 这个步骤真的很帅去选这个东西吗 如果现在我看到实体的话 真的会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选这个东西 没关系 在没有成真之前 都只是有可能 应该是偷懒 应该是偷懒